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潛能起封上 掌控力量支援 這個基本上我這個帳號要的是 那個秘古幻獸和原始蒼蠅 這個目前打的是第三場 基本上遇到的話 如果不想重來也是可以直接 就吃石頭吧 我剛剛已經吃了一顆了 就是另外一個帳號 另外一個帳號不小心失守 可是我已經遇到了我要的卡牌了 所以就直接吃下去了 這樣會不會太多 所以基本上這個台詞 目前是講了N次的齁 好 地關一樣除息地 基本上我這個組合就是專門打那個 秘古幻獸跟 原始蒼蠅 好 我只要遇到這兩隻其中一隻 基本上我就OK了 一吸應該不會很痛 嚇我一跳 不用下了 已經中了 進第二關之前建議血量 最好是滿血會比較好 沒有滿血我們這一回合補回來也是OK 短CD的先打 不要做全體攻擊 基本上全體攻擊就GG了 一次兩隻下去 你究竟 血量就剩沒多少 再中一隻我就GG了 好像在火都沒消到 血量過五千就沒問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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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本上第三關這邊要洗CD也是OK啦 血量過五千都沒問題了 able 而且血量過五千 coherent 就是一波爆發啦 如果沒帶走他你就被帶走了 這邊的話 哇 我們係數不用做得太誇張 越高越好當然是越高越好 因為他血量只有17萬而已 第五關這個血量有 二十幾萬齁 所以我們先不要消豬 把他打你會很痛 這應該不會天降吧 他有CD3 所以我們先打到 這個時候再去扁他就好了 可以看到目前還是屬於手殘的一個狀態 這個 手嗎有沒有 我決定開機 因為另外兩隻的話 我靠奧丁是沒有問題的 蒼龍或者換獸 蒼龍或換獸都可以 蒼龍為什麼 他隱身盾子一打就死了 害我緊張了一下 以上這個是蒼龍的通關示範 給大家參考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拜拜